OK,那上个礼拜我们上到14.4 应该是讲完了,14.5 是行列4的部分,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了 第一题,321-4 那行列4的话有几种 当然2乘2的做法只有一种 我们就是对角乘,3乘4 就得到-12了 然后对上打斜往上的就要加负 所以负1乘2就会得到负2了 这题答案应该就是负14 OK,2乘2不是大问题 3乘3的就会有两种方法可以解了 OK,这一题 第二题我们看一下 5乘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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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175 OK,减减变加再放一个减,所以是减22 所以就会得到153 OK 因为5减23,7减25 OK,所以第二题就是这样 第三题 sine x 减cos x cos x sine x OK 所以这个的话 3乘3就会得到3平方 减有一个减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减 所以就会变加了 然后cos乘cos就是cos平方 3平方 3平方x加cos平方x呢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会等于1的 所以这个三角那边的formula你不要忘记啦 有很多学生在写到这里就停 那就错了 我们要求的是写到这个等于1的 3好像不见掉了 应该在右边还有一篮吧 不好意思啊,这个是4 我们放过来3在写这里啊 OK,31A-A1 1乘1 负 然后负得正,所以是a平方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加了 OK,到这里 没问题 好,2乘2的搞定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3乘3的 第五题 1,2,3 负2,3,负2 还没超完呢 还没超完呢 这个 第三 第几里没有超完 可以了 可以了 下个礼拜好像是要 那个校尾好像要 他要要加入 他还真的是要 哦,不懂啊 他有过来问我 为我加钱啊什么的 还好你们没有 没有来耶 我的太太的学生中 现在她是 B方 被category为B方 所以变成了她 她就要 今天才去再检测 如果她中的话就 够力 又再延续下去 不过应该是不会的 希望是不会的 OK,好 那这一题啊 所以现在啊 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学校 你看学校 尤其是读中啊 读中是比较怕一点 因为读中都是算是大的学校 因为他们讲超过一千个 一千个人的都是大学校了 哇,这真的是很难控制 他一来就五班 然后五班的学生 跟五班的老师去做检测 学生好像很多学生是自己检测了 好像就没有来 不过理论上来讲 学生如果是属于B 就是同班同学啦 就是属于B方的 全部是那个KPM会 负责检测 然后不用给钱的 所以,哇 五班罢了 然后就已经来了 一班的老师 就差不多百多个老师 啊 这个也是很头痛 That's why他们 原本他们是讲说 这两班的学生网课 过后又突然间爆出来讲说 哇 不止两班哦 五班哦 所以才突然间改变主意 整个礼拜全校网课 OK 所以这题的做法来讲呢 我们是补两栏 对吧 补两栏 这个是其中一个做法啦 OK 然后补两栏 当然你写的时候 你不要 不要写在里面 你补两栏 在写完了之后 你擦掉它 这样子 来 做法是这样 一乘三乘五 一乘三乘五 四十五 再来二乘 负二乘 负二乘 负四 再乘三 负负得证 四二八 八三 二十四 加二十四 再来三乘二乘二 二二四四三十二 然后是有一个负的 负十二 OK 然后打写往上了 三乘三乘三 是二十七 然后是减的 然后四二得八 负负得证 再多一个负 就会是等于负八 OK 二二四四五 二十 负负得证 所以加二十 OK 然后 然后你就要把最后两栏给 擦掉 假装没有事情发生 这样子 然后就加起来了 二三四五 五十九 二十 四十七 等于十二吧 OK 我是把加法的全部加起来 再把减法的全部加起来 然后再复减 OK 所以这个是第五题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当然我建议说 如果是全部是数目的话 用这个方法就比较快 然后如果有一栏里面 有其中两个是零的话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拆掉它 当然如果你讲说 硬硬用这三个 这个三个一起成的方法 当然也是可以 所以我都是用这一招的 我全部都是用这一招来 来做完它 因为反正 对我来讲是不难的 而且有时候呢 用太多方法 你不熟悉 变成了你要换另外一个方法 你不熟悉的时候呢 反而更容易做错 OK 补多两栏 对吗 然后一层零层 哦有零啊 直接零 有人 message我 在哪里 message我 我应该是 Facebook 漂亮 只要有一个零的 他就是零了 对不对 一个零 然后全部就是零了 再来三乘三 是九九五四十五 加还是减 负负得正 加了 九五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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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再来四二八 然后这里有一个减 就是减八 然后这里再往上 这个往上乘 也就会得到零 负负得正 然后再减的 就会是减五 再来七 三二六 六七六四十二 然后有一个减的 然后往上又是一个减 所以就是变加 七六四十二 这个是四十 就变八十二 八十二减八 得到七十四 OK 没问题啊 OK 所以主要 主要这个呢 过后你要查掉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你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直接可以这样子看 第一个是这样子乘 第二个是这样子乘 第三个是这样子乘 只是很多学生 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转弯 这个不是转弯过去这里 因为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四个数目吗 我每一次就要三个数目 所以这样子的 pattern 会比较难理解 不是很多学生可以 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是这样子 只是这样子的方法比较难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子看 你就唯有的就是补两难 就比较容易看了 OK 还有什么 还有注意的是加减 注意的是加减 OK 好 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了 那我看看第七题 -1 3 -3 4 3 2 0 -2 0 5 Kellie 你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功课了 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可能抄题目的时候抄漏了一个负 还有的就是漏了一个挂弧 因为你这里是matrix 即使你很像有乘法会做到只是剩一个数目都好 那个数目它不是数目来的 它是1乘1的matrix 1乘1的matrix就一定要挂弧 很像这个情况呢 这个行列是算出来的就是一个数目 它就没有挂弧了 这个不是挂弧啊 这个是一个数目啊 真的是数目来的 但是matrix的话呢 乘起来 matrix乘matrix 乘起来变成1乘1的一个 就是只有一个数目的话 它也还是一个matrix 它是1乘1的matrix 所以你那个挂弧不可以删掉它的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好 这里一样的补两难 3-1-3-4-3-4-3-2-0 OK 然后往下乘5-2-10-10-10 然后这个有0加0 这个有0又再加0 这个224-4-4-16 然后有一个减 再补一个减 所以变加16 这个两个0 这个339-9-5-45 再补一个负 再补一个负 这里有一个负 所以是负负得正 95-45 OK OK 这个减出来是6 加起来是5-1 OK吗 然后再把后面两栏给拆掉 然后再把后面两栏给拆掉 第七七 第八题就比较难搞了 第八题的话呢 它就是很多位置数 我们看看 0QR-Q0S -R-S0 然后补多两栏 0QR-Q0S 把前面的这两栏炒一炒 OK 所以惩罚这三个乡层 零 这两个乡层 负负得正 RQS QQR-S ABCD PQ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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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这里乡层好像感觉上也是QR-S 然后它是负负的 这三个乡层应该是0 这三个乡层又有一个0 这三个乡层又有一个0 然后这两个刚好又是一样 然后相减又是0 所以这题答案是0 答案是0 OK 虽然很多位置数 但是因为很多0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了它会变成了很多个0 就是得出来很多0 即使有数目的刚好又会相减得到0 好,第九题 第九题 PQ-R -QR-S R-SP OK 这一题 我们看一下 啊,补量难了 那补量了我就不差了 反正 又不是考试哈 OK Q-R-S OK 不良难 这三个乡层 P平方R 这三个乡层负负得正负得负 所以有一个负 Q-R-S 三个都有 这三个乡层是加的 好像就是Q-R-S 这三个乡层有一个减 然后我又要乘一个减 所以是减R立方 这三个乡层 有一个减 我又乘一个减 所以变成S平方P 这三个乡层 有一个减 我又要乘一个减 所以变成Q平方P OK 所以这两个刚好可以去掉 然后其余的应该可以加起来吧 得到什么 真的 我看一下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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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什么 没有什么 R立方加P平方R 再加S平方P 再加上这个Q平方P 感觉上这两个可以抽R 但是R平方加P平方 这两个抽P 这个就是S平方乘Q平方 很像没有什么东西吧 好像没有办法 进行什么因式分解的感觉 应该就是这样子放着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答案是不是 OK 第十题 第十题 E1E1XYZ ABC alright so这一个的话 我们补两栏 称在一起 这三个相乘 CY 这三个相乘 BX 这三个相乘 AZ 这三个相乘 负AY 负AY 这三个相乘 负BZ 这三个相乘 负CX 感觉上有A的 跟B的 跟C的 可以配对 但是它的XYZ 好像又不一样 一样东西 一个是Y-X 一个是X-Z 一个就是Z-Y 好像又抽不到什么东西了 好像没办法 因此分解成任何一个东西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放着就好了 还是Y的跟Y的 Z的跟Z的 X跟的 X的 好像也是没有 OK 就这样放着 我们看看答案啦 4.5的部分 OK 第四题是1 第五题是12 第六题是74 第七题是51 第八题是得到0 第九题 应该是一样 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 应该可以啦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啦 顺序也完全一样啦 OK 没问题 OK 14.5A大概是这样子 14.5B 在哪里 测试 OK 我们看一下14.5B 这里 OK 现在还要你用 用行列式的这个性质 我从不太记得行列式的性质 OK 说行列式的性质 我们再复习一下吧 看看 看回以前的行列式的性质 OK 这个定理一来讲 它的 这个是它猜的方法吧 就是说 把一整行猜出来 然后什么怠速与止式啊 等等的 这个 这个就是把它猜分的一个方式啦 所以 我觉得说 不需要了 这个不需要 OK 然后行列式的惩罚 如果每一整行 有一整行 有两行的一整行 是一样的 或者是两列 一整列是一样的话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它就会变成零 OK 当然还有一个是抽供应数吧 这个是7点 然后过 哦 性质在这里 sorry 哦 性质应该是在这里 sorry OK 性质的话呢 就是 transpose 就是它把它变成 这样子 flip过来 它们两个的行列是一样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列除 随便两列互换的话呢 它的符号要变 OK 所以这个 这行跟这行 对调 它就会补一个负 所以随便两行 或者两列对调 要补一个负 再来 如果是完全 有两行的元素 完全相同的话呢 它就会是零 OK 然后 还有的就是一整行 如果它有供应数 是可以抽出来的 很像说这里OK 这里OK 这里OK 全部可以抽出来 OK 所以这是第四 第五的话呢 你可以随便 这个是 把两个相加拆成两个 这个比较少用 这个比较少用 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就是拿随便一行 加上去 乘上一个数 再加上去 都可以 是一样的 最后呢 两个行列是 相乘 可以拆开来 变成两个分别的行列 是找了之后 再乘在一起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 大概明白了 回忆一下 有时候我也是忘记 OK 所以第一题 看看 20-1 -2-1-2-2-3-2-1 如果它告诉你 这个是-1的话 请你找下列的这几个 会是多少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好像行跟列倒转了 对吗 我们transpose 拿一下transpose 看看 我们有第一个性质 就是想说 我们拿transpose的时候 就是拿这个mirror image 在这边拿mirror image 0-1 -2-1-2-2-2-3-2-1 是不是一样了 是一样了吗 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等于 也是拿transpose 先拿transpose trick 你可以看到出来 二零负一 三负二负 三负二一 还有的就是负二负一二 然后你再看看一下 好像跟 跟他的不一样 就是这两个好像要对调 所以我们对调他就要补一个负 对调他补一个负 然后三负一 然后好像最后一排不太一样 有一样 最后一样 一样 所以这个就会是负一 所以这几次一 如果有一行是不一样 然后你就要把他这个后面一行 把他变成一样 我看错了 我以为他增负有不一样 没有啊 OK 没有问题 说小一点 比较好 OK B 是这样子 C的话呢 C的话 40 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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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负 41 然后你再看看 看看一下 我们发现到前面的这一行 如果抽一个二出来 抽一个二出来 四就会变二了 这个就会变负一了 负二 负二 三负四 还是不是很像哦 好像是中间这一行好像又多了一行 多了二啊 所以我中间这一 这一行呢 我又再抽一个二就变负 OK 这一回一样了吗 这一回一样了 所以再把那个负一给放进去呢 这一集就会是负四 OK C呢 就会是负四了 在D再做一下 负三 二 负一 负二 负一 负二 零 一 然后再看一下跟原本的 是差什么 这一行跟这一行要调位吧 好 首先调位补一个负 负二 零 一 负二 负一 负三 负一 再来的就是好像第一栏我要补一个负给他 第三栏我要补一个负给他 这样这里 原本是有负我补了一个负就变正在补了一个负就会变回负 呃so感觉上就会变成一样了吧 对不对 so变成了原本是负一负负又会得正所以这集是正义 啊正义 可以接受啊 好 嘿嘿 OK 一啊 零零 老师 你又太快了 啊我还没跳完 OK 写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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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这个跟前面的这个 差在哪里呢?差别在哪里? 感觉上最后面两行是一样的吧 后面两行是一样的 但是前面一行好像被动过手脚了 对嘛 这个要怎样变回二 这个唯一能够变回二的就是要减零 减这一行 减二 对吧 这题有点难度 就是R1 会变成R1 减去两个R3 OK 所以第三行我乘二 再加回进来 减这个乘二 或者你也可以讲说它乘负二 所以如果你为了你你你你怕乱啊 你就这个乘负二 乘负二会变二 乘负二的话就变负四 再乘负二的话这个会变负二 然后我们再加回进来 走这个加进来是22加零二 负四加二就会得到负二 五减二就会得到三 然后其余的造草 再看看是不是一样了 就一样了 所以是等于负一 好所以他们是原来是一样的东西的 OK 好再来F的话呢 20-1 4-5 3-21 这一题怎样做 这一回呢感觉上是中间这一个 不一样了 对吧 中间不一样了 所以 旁边两个反了 旁边两个反了没有没有改啊所以我们是可以造草 说中间要怎样才会变回他原本的样子 我把R2 我感觉上好像是减掉两个R3 这个不是叫R这个叫Column Sorry R是row是打横的 这个好像是要用Column Column2 变成了Column2 然后减去两个Column3 所以一样了啦 我们怕乱的话 我就先把Column3 乘 负2给他 就会变成326 224 然后负2 对吧 这个加这个会得到负2有没有 4-6得到负2 负5加4会得到负1 4减2会得到负2 这是跟原本一样的 啊 又一样的 OK 所以这题是0 负1 sorry OK 这题是F 这题是F 不用展开行列式 利用行列式的性质证明下列 他都是0 对吧 他都是0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要得到0的话呢 我应该会用一个是叫做 一整行 两行是一样或者是两列是一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东西 哦 所以A的话呢 143 063 3 129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第三列 可以抽3出来的吧 我一抽3出来 143 063 3抽3得到1 12抽3得到4 9抽3得到3 这两列一样了对不对 所以两列一样 就会等于0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我们只需要 当然你也想说 老师需要写什么性质1 性质2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用的 不需要写什么性质 第几个性质 因为第几个性质 打第几个性质 我都不记得了 OK 所以我相信了 我们老师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写这个 OK 他只需要看到你这样子一个步骤 他自然的就可以看得懂了 所以我们的 匹改高中 数学的老师蛮厉害的 OK 还有这一行 这个呢 应该可以观察到出来 这一行 如果我抽一个2出来的话 就会得到2 2-1 3 对吗 跟第1行 一样的 所以就会等于0 你的步骤就是这样子写给他 不需要 不需要画圆圈 也不需要画这个空框 也不需要画什么 总之放那个2出来 他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抽 第三行抽出来的 好老师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你就要直接等于0 然后他也 他也会看到出来 因为整行两行 还有两行是一样的 OK 好 好再来这一集 去哪里 OK 第3 C 3 2 2 9 6 5 12 88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如果抽一个4的话 4 3 12 4 28 4 28 所以也是3 22的 对不对 啊 所以只要有两行 一样 直接等于0 所以这一边都蛮容易吧 这些等于0的应该都是想方法呢 找出两行或者两列 是很相似的 然后抽一个供应数出来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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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老师 OK 这一题啊 哎 不要 这一题有点坑人 有些学生就想说说这边我可以抽一个4 大家发现到抽4的时候呢 428 432 428 42832 欠了多少 欠最后一个 他欠一个就是不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发现到 抽4好像不行了 我再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好像可以抽5对吧 如果前面这个抽5的话呢 520 535 540 540 好像也不行 怎么办 你抽了之后你发现到 222333 我好像可以再猜吗 我再把第1行抽一个2 第2行抽一个3 就会得到50 再抽一个2 再抽一个3 如果你要的话在最后一篮再抽一个4也行 不过不需要了 因为你就会得到111 111 一整行一样了就会等于0 前面你不需要乘起来的 虽然你讲老师需不需要乘起来啊 变成 520 326 6 6 520 622 120 需不需要乘差 乘到变成120 不需要 因为我们只需要看找两行是一模一样大小的 两行一样的 或者日两月一样 OK 对 这一题 喂 这一题 OK 这一题 1 1 2 7 3 4 4 3 3 5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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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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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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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20 然后127 OK 是得到一样的东西吗 结论的他们就是一样 OK 所以这个是一样 F F的话是-603 6 -9 -3 3 -3 -6 这一边呢你会看到他是抽变成27 对吧 27刚好是3乘3乘3 而你会看到如果我一行抽2 抽3 这一行又抽3 这一行又抽3 这样我就总共抽了27了 好像又刚好又可以 所以我们直接抽27给他 这个除3 -2 这个除3得到2 这个除3得到1 0除3 0 这个就得-3 这个就得到-1 这个就得到1 这个就得到-1 这个就得到-2 OK 然后有什么东西吗 好像 好像这两行要调位一下 我这个好还蛮 还蛮复杂的 我先 我先怎样做 嗯 我先把这两行调位吧 我就得到一个负 OK 就会得到1-1 -2 这个0-3-1 还是保留 这个-2 2 2 1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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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干嘛 然后我要干嘛 好 我 好像得不到他要的东西 我有没有弄错 我有没有弄错 我再看看 这里有没有弄错 没有 这里有没有弄错 没有 这里先调位这两个 我 他 我 我 砒 我觉得 是 我 我 他 我 你 我 要 我 你 你 感觉上还要乘多三个负 我全部乘负 我就会得到三个负 三个负的话 再补这个外面的负 就会得到正 我先把全部负乘进区 全部负乘进区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再把这两行 这两列 第一跟第二列倒转 所以只要负 负27 13负2 负102 跟21负1 一样了吧 一样了 OK 所以这个你看一下它的步骤 刚才我卡在这里差一点 我刚才差一点 我就想到说 好像要补一个负 如果我打横补负的话 好像就有点困难了 还好就是说 原来全部补一个负 让它全部的正负符号倒转 然后再看看 好像是有其中两列 调转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所以这个用行列式的性质是更加麻烦做的 有时候要观察老半天 然后就要记熟那个行列式它的那个性质可以讲用 有哪些就是调位 调位要补负 还有可以抽公英数 一整排一整列的都可以抽 还有的就是 两列相同就直接等于零 还有的就是一整列可以跟另外一列乘上某个数目跟它相加上去 这个是最常用的 这个是最常用的 然后是也是算是最 最 最变化 那个就会使到你整个的行列式的变化很大 OK 第G 好 1310-23-34-2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 细心观察发现到后面两列是一样的 所以你文科班的它不会出太难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后面两列一样你就招潮了 所以第一列好像截然不同了对吧 所以相信它会跟 相信它会跟 后面相加 还是相减的一个情况 我感觉上好像是要减掉第二列 Column 1变成了Column 1减掉 好像也是两倍吧 好像两倍 不是减的 加的 加两个 第二列 所以你看到这个加两倍就是负四了 负四跟它相加 这个加零所以是一 三 加三减四 就会得到负一 一加六 三二六 一加六就会得到七 是一样了 一样了 OK 所以这个只是做一个步骤吧 不过你可以看到一加 做加法 做减法 这种啊 它的变化很大 如果是这种的 只是一 只有一行不一样 这样子还好 这个是两行不一样的 看到吗 两列不一样的 OK 这个是52121-1-2 这个是-1-1-4 首先要怎样做呢 感觉上这个右边会得到零的话呢 我前面的两列呢 先抄一抄 先抄一抄 然后呢 这两个相加 一加进来就会得到零 负一减一就会得到负二 四减二就会得到二 好像就是一样了 对吧 一样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5变二了 5要变三 这个2要变四 然后这个1要变五 5要变一 5要变 5要变三 5要变三 好像是减掉两个这个 如果这个2减掉两个这个就会变加2就变四 对哦 然后1减掉两个这个就会是加四 不行 好像不行 等等 5减掉两个这个就会变三 5减2得到三 2加2得到四 1加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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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5 5 1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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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要把后面的先解决掉 我要先把前面的给变异掉 因为它可能是跟它前面的这个东西相加 OK 看看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它前面第一步可能是怎样呢 它五减掉两个这个 也就是说它的column1 加上两倍的column3 五减二得到三 二减掉两个负义 就会得到加二 二加二得到四 一减 一减二 五减掉负义 五减掉负义 五减二 我不是五减二 二减二就会得到负一 一加四就会得到五 哎呀好像不行 好像也没有这个负义 不是不是这个一加两个哦 我要一加两个 四乘二就八加一是九 可以可以 可以这样子反而可以 为什么呢 等下我再告诉你 然后这个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它第一步做了什么呢 它就把这个减掉两 加上两个这个 这个加上两个这个 加上两个这个 这样还是零吗 这样应该是零 哎呦这个好复杂 这个讲给我想一下 五加减二 二减二零 一加八九 OK 其实一照抄先 然后我就讲了 这一个加这个得到零 然后就会得到它要的东西了 整行就会得到二负二 再接下去呢 如果我减掉两个 这个就会得到加四 如果我减掉两个 这个就会得到五 对吗 所以就会变成三十五 OK 所以如果你要我解释的话 我第一行是解释说 这个是C Column1变成 Column1 加上两个Column3 OK 这个是Column2 Column3 变成Column3加Column2 然后呢 再来的这个 Column1变成Column1 加上 不是 是减去 两个Column3 就会得到这个 三减两个零 所以三 0减两个负二 就会得到负四 加四 就得到四 9减两个负二 就得到9减四 9减四就得到五 OK 搞定 所以这个是H的部分比较难啊 OK 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 它给了我A是等于7 8超速3-34 bond B是等于rix 加也 1 dann promotions x-21 再来它又 以置 ab 等于负22 那你找x 当然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招数呢 就是AB的绝对的行列是会等于A的行列是乘B的行列是 所以A的行列是多少呢 我们724 724减掉是432 OK 再来这两个相乘是2X加1 减掉这两个相乘就会是加2X 所以这边做出来是2 这边做出来是4X加1 然后因为它是等于-22 所以我们这个2拉过去除的话呢 就会是等于4X加1会等于-11 这一拉过去呢就会变成-12 然后呢我们的X呢 就会是432-3 就找到了 OK 所以如果你傻傻的去做这个MATRIX的惩罚 你会做得很吐血 你要做MATRIX的惩罚 然后再去找那个行列是的话 够力 OK 所以不要傻傻的去做那个MATRIX的惩罚 再找行列是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只需要分别的找两个的行列是 再相乘起来就行了 OK 再看看另外 给几分钟你看了 再看看第四题 这一题有点 有点动脑筋 好 第四题看看 第四题啊 第四题我们有P是这个3A3B3C 那个D E F 那个G H I有没有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我抽一个3出来 我就抽一个3出来 然后我再取一个3A3B3C 然后我再取一个3A3B3C 应该怎样讲 因为我们知道行列是拿Transpose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E 这个是F 然后这个应该感觉上就会是跟Q一样的吧 跟Q一样的嘛 OK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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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要干嘛呢 他其实他给了你PQ 等于这个很够复杂的东西 这个有用啊 这个怎样用呢 这个有用啊 这个怎样用呢 这个供应输出来 比如说第一行我就可以抽一个3了对吧 第二行我就可以抽一个2了对吧 啊 所以我就抽一个3跟2了 这里就会变成10 这里变成-6 这里会变成-1 虽然你讲说好像帮助没有很大 嗯 这个还是6 哦 通常什么情况有帮助呢 他有0的时候就会有帮助 那老实讲他是有0的时候有帮助 嗯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一行直接跟这一行相加起来 哦 或者是这个加进来还是什么 啊 加了进来你就会有一个0了吧 加进来之后这里会0 这个加进来这里会-1 这个加进来这个会是13 虽然说他没有帮助很大啦 你还要 呃 呃 当然你也可以讲这里再乘3 哦 我把这个3乘进去的话呢 呵呵 我感觉上我好像绕更大圈 不过不要紧了啊 有有时候呢这样子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到最终的答案会更加容易解的哦 呃 给点耐心给点耐心 啊 这个再加进来 这个再加进来 这个再加进来啊 OK 10-6 啊 -1 这个一加进来 这个一加进来 这个好像是剩下1啊 这个就剩下0啊 啊 这个是剩下8了 这个是剩下13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做那个行列式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容易很多了 补两蓝 啊 补两蓝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乘这个0 哦 0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付负得正 688 加48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0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0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0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这个的 就会得到 加638 6167 78 OK 所以他剩下两个数目 其实蛮好的 所以这里去8加86 近112126 乘2的话呢 6224加15 212 252 252 有什么用 有啥用 有点长 252的话呢 你摆回进来 因为我们有一个formula 是这样子 PQ 是等于P TimesQ 现在我们要找这个Q的行列 但是P的行列 这个是等于252 P的行列是什么 P的行列是好像是3的行列 3乘Q的行列 所以也就是说252 我只要除以2的话 我只要除以3的话 再取干套就可以了 324 432 这个是Q平方 84 84 84好像不是平方的 84好像不是平方的 OK Oh my God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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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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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这个加这个得到负1 这个加这个得到0 这个加这个得到13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的 就是当你出错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339 326 339 这两个相加得到1 这两个相加得到0 这两个相加得到8 然后补两蓝 这三个0 这三个 6 8 6 6 6 8 48 的确没有错 这个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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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8 6 16 加1 7 8 加86 7 加4 再加1 再加1 14 12 唉 嗯 6 22 22 24 25 25 25 错 我 25 2除以3 38 24 4 32 也没有错 84 如果除以2的话 42 再除以2的话 就是21 就变成了 2跟号 21 会不会是这个数目啊 我看看啊 有没有理由啊 可能有哦 可能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哦 我们看看答案吧 20 等等啊 刚才是30页啊 看看 14.5B吧 14.5B吧 刚才是14.5B吧 我看看啊 我看 嗯 啊 ? 第一题 -1 对 啊 第一题 A是-1 B是1 C是-4 D是1 E是-1 对 F是-1 对 然后第二题,因为他是正名题,所以他没有 因为左四等于右四就对了,这样他就没有写答案 OK,这样第三题的话,他给的是负三,没错 第四题 第四题卡关了 第四题卡关了,不对了,他是正负一 我再看看,方向应该是没错了 第三十,第三十吧 第三十页 卡卡卡卡 我看看这边抽三没错 再取transpose应该也没错 就会得到3Q应该也是对的 这个是30 如果我硬乘呢 如果啊看到了,看到了这里是33啊 oh my god ok so如果是抽一个11 抽一个3,对吗?11 ok 我再纠正一下 这个两个相减就不是13了 就会是剩下3 然后这里再乘3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是11 再加进来的话呢,应该就剩下 这个是多少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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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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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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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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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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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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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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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题 XX-2X-1等于6 他要你找X 这个2乘2的我们通常就不做任何处理 我们直接的乘就行了 这个乘这个等于负X 这个乘这个然后补一个负的话 就加2X平方 这个等于6的话 我们全部把它放在同一边 就会得到2X平方减X减6 那这个进行交叉乘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 应该是224 224-3 但是这个应该要负 才会得到负1 OK 所以是2X加3 X-2等于0 可以吗 这个乘这个等于负4X 这个乘这个得到3X 加起来就等于负X OK 所以这个是初衷的部分了 希望你们应该可以掌握了 没有办法掌握的话就按计算机吧 不过老实讲啦 真的是按计算机会慢很多 第一次听到有老师讲 按计算机会慢很多 这个是2分之3 这个是X等于2 OK 就这样啦 两个答案 因为简单的应试分解 按计算机毕竟会比较慢的 真的 所以这些用手算会比较快一点 第六题 第二三四五X 零六九 等于多少 看下 哦 等于零 三乘三 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的话呢 我都不会说去做那个 加减 很像刚才那个这样子 我加来加去 加来加去 虽然是得到有两个 一行有两个零 是的确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情况 然后两个零的话 你会看到你成的时候呢 就会剩下两个数目不了 不过来讲啊 你做那个加减啊 到最后呢 更加的 你要写的更长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直接成的 好 这里补两行 需要补吗 啊 你自己用手补啦 然后我是直接成的 五二十 十乘九 九十 呃 这三个层 六四二十四 二十四乘三 二十四乘三 呃 就会得到四三十二 三二六七十二 再来这个有零的 所以直接不用看 就会得到零 这三个层也是零 这三个层要减 方简 所以六二十二十二十二X 这三个层呢 呃 四二八八 九八七十二 负七十二 所以这个加七十二减七十二去掉了之后呢 九十就会等于十二X 你可以约三 就会得到三十 再约一个二 就会得到十五 所以答案就会是十五除以二 也就会是七点五这样子 OK 没有问题啊 好 第五第六第七第七 第七在这里 第七集 一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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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零 一样呢 我们直接乘了这个等于X 这个等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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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的话呢 应该就是X 立方 减三X 再加二 这题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做这个 综合出法 啊 然后补零 负三 真 而 如果没有记错一好像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X 会是一个节 X平方 加X 减二 减二 会是另外一个节 那这一个的话呢 X加二 X减一 又会是另外一个节 然后他减一的话呢 前面又会有啊 所以也就是说减一会有两 平方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是X等于1 或者X等于2 搞定 就这样 OK 这个是机器提 OK OK 第八题啊 第八题啊 第八题 2X-7 3X-5 X-3 650 941 就是1 这个等于0 直接乘吧 啊 这三个层 呃 就会得到 5层这个 520X 减7535 减75 这三个层的话呢 6424 24乘进去的就是24X 24乘3 432 3267 72 这三个 再来这个是得到0 这三个就会得到 5 9545啊 45X 45乘3的话呢 3 515 4 4 13 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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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K 还有 呃 哎 哎 不对 这个是要减的哦 当然有一个做法就是减挂弧 那你就不会弄错哦 然后这里是零这里是六六三 18 X 减6530 等于零 OK这个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 我们先处理这里因为数很大关系我们先 处理前面 就会得到34X 减去107 这两个相加就会得到 5 6 13 这两个是减165 这两个相减得到负 29X 这两个相减就会得到 加 6 7 8 6 7 会变5 OK 所以说29X等于58的话 X应该就会是等于 你会觉得可能有你会觉得说啊老师这样子做数目好像很大哦 能不能够再减小一点呢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不过我就是觉得说你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 行列式的性质 比如说这一行加进来啊 然后不能这样 这行跟这行简一简呢 然后让他 尽量的变成比较 简化的一个 format 不过呢 老 又是回到 那个问题就是 到底你这样子做会不会 帮助很大 OK 然后 你要怎样选那个数目等等的 这 那些都 都需要考量 那这样第9题的话呢 第9题的话我 看到有一个 的做法是有帮助的 OK 那个方法的话 呃 就是 第2列 跟第3列互减 啊 第2列跟第3列互减 就是 11-10就会得到 这个减这个的话就会 这个减这个 就得到1 这个减这个也会得到1 这个减这个又会得到1 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得到111就的确是有帮助 这个就的确有帮助 当然你还会讲说 既然他一一一了 我可以减去 这一个乘10 减去这个乘10就减10减10减10 哦那个数目就会更变得更小了对吗 这个得到0这个就得到6这个就得到3 然后呢 OK 然后我又可以再把这个 这一边抽一个3出来 然后抽一个3出来 他就会得到15减2x 113x 7减x 111 这个是0 21 然后你才才才开始做 这个的话呢就会简化很多了 这个三个乡层是15减2x 这三个乡层就是724 减2x 这三个乡层就会得到0 这三个乡层得到0 这三个乡层呢就会得到 减30 加4x 这三个乡层就会得到 减11 加3x OK 然后 12x 2x 跟4x 可以减掉 所以最后呢 剩下什么呢 这两个相加得到29 29减这个13就会得到负1 再减这个就会得到负12 所以他就会得到3x 减12 等于0 所以这个既然等于03这个也可以约掉这个也可以约掉3就会得到10 对吗 所以这题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的 用了 我是用了一些的这个行列式的性质 来 简化了 OK OK 没问题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0题 如果很明显 加了有帮助 或者是剪 剪剪有帮助的话 那你就去做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还要绕来绕去剪 剪几次 然后又好像帮助 又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那你就干脆不要去做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如果我这个二剪一 好像就可以得到一 而且这个跟这个剪剪 就会得到零 我们第一行不要去碰它 第二行也不要去碰它 我这个剪一 就会得到一 这个剪这个得到零 这个剪这个得到一 再来这一行去剪这一行 又好像就变 又更加容易了对吧 这一行减这个得到零 这一行减这个得到X减二 这一行减这个又会得到零 哦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会容易很多了 OK 那我们再进行乘法 这两个层就是X减一乘上X减二 这三个层是零 这三个层是零 X减二乘上X减三 这三个等零 这个三个乘零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好像不需要去做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X减二可以直接抽出来 然后这个剩下X减一 这个剩下这个减X加三 然后这里呢是得出一个常数来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说这个是可以拉过去变零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X呢应该会等于二而已 OK 就完成了 OK 我们看看答案三 后面的 后面的 就是第五题开始吧 第五题两个答案 负二分之三跟二 第六题是二分之十五 第七题是负二跟一对 第八题是二 第九题是四 第十题是二 OK 第十题 有的确用了这个行 的确用这个行列式的性质 去简化它 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这个先决条件的是 你不要绕来绕去 做来做去 好像不懂 不懂自己在做什么 这样子 你当然要有一个比较 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就会有帮助 OK 接下去我们看 看什么呢 这个是逆矩阵 14.6 逆矩阵 还有一些 这个用逆矩阵来解放城市 哇 A OK 我们看看 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OK 所以在这边他就问你判断这个是否有逆矩阵 如果有你就要求它的逆矩症 二乘二的话呢 我们是有formula的 二乘二的formula ABCD 的这个逆矩症的话呢 我们是用AD 减去BC 然后AD掉位 AD掉位吗 AD掉位 BC补负 是有这样子的formula 当然它要先决条件 要有逆矩症的话呢 我这个AD AD乘减BC呢 必须要不能等于零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要找它的行列 这个其实是行列式来的 所以第一步 我们是要找行列式 看一下它是不是等于零 5723的话呢 我们找它的行列式 我们先找5723 355 减724 这个是等于1 所以这个有逆矩症 这样它的逆矩症怎样写呢 这个刚好逆矩症是1 那它就除以1 1除以1就可以是 不用去理它了 所以这两个掉位 这两个补负 这个就是它的逆矩症了 OK 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呢 因为你去找它的这个行列式 你一找行列式 428 减去 减减变加 然后有一个减 然后就会减8 等于零 所以它这个逆矩症不存在的 这个是逆矩症不存在的 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卡了 刚才卡了一下子 OK 不存在 OK 所以第二题你可以看到 我好像之前就有一个打叉了 之前就有打叉打叉打叉了 第三题应该也是逆矩症不存在的情形 为什么 10乘负3 就会得到负30 5乘6 也是得到30 然后补一个负给它 就加30 所以这个会得到0 也是一样是逆矩症不存在的 这个乘这个减 这个乘这个 这个会得到1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四 这第三呢 不用找了 第三它是逆矩症不存在的 第四的话呢 我们看看啊 相信它是有了 然后它的逆 它的这个行列是呢 9 4 36 35 15 减35 得到1 所以它逆矩症来讲 挂呼负1 然后9跟4掉位 这两个补负 然后因为它的 4除以1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OK第五题也是一样 它是没有逆矩症的 第六题的话呢 第六题我们先找它的逆 它的行列4啊 这个还记得吗 刚才有找过的 这个行列是这个乘这个等于3平方 这个减这个乘这个就等于加cos平方 3平方加cos平方呢 就会得到1 这个也是1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逆矩症来讲 它的逆矩症就是这两个掉位 诶好像是一样 这两个掉位一样 这两个补负 负变真 正变负 OK 然后是除以1 没有问题 好 再来看看第七题 感觉上好像有写过 应该是有做过吧 这个逆矩症是这个 还要找X跟Y 你可以看到X跟Y掉位了 这个负1应该是补一个负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七题来讲呢 它第一个条件呢 应该 感觉上好像外面没有处理东西 没有处理任何东西 所以它的行列4应该是等于1的 它的行列4等于1的话呢 这个等于1 我的X呢 2X等于负5 也就是X应该要等于负2分之5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Y呢 感觉上好像是这里要补一个负 所以Y就会等于负5了 所以X其实有些人就讲说 哎呀老师两个掉位 X跟负2掉位 感觉上我的X可以任何的数目 这个它就没有考虑到那个行列4 等要等于1的情况 OK 所以这里有 sorry啊 这边是 这边反而对 这个我忘记了 这个1 这个拉过来是 7 sorry 这个拉过来是6嘛 这个拉下去除是 哎 负3啦 这样这里也是错 这里是弄错 这个应该是不是6 这个应该是3 因为这个拉过去是6 然后要除以负2应该是负3 alright I think I think 这个负6 它是在形容这一边 就是第八题的意思啦 sorry OK 第八题的话呢 它要不存在 逆矩阵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它的行列是 4乘3 加上2X 对吗 负2乘X 然后减 放一个减 这个必须要等于0 那X就会是等于负6 所以这个是X等于负6 那个应该是第八题来的 因为这里 就去这里 这边它其实没有写到 这个X应该是等于负3 没有位置写 没有位置 OK 第九题 逆矩阵存在 这样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所以存在是麻烦哦 存在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行列4 那个行列4 这个乘上2Y 再加上 因为减减变加 622 然后加上12 必须 不可以等于0 这个不可以等于0 这个糟糕 这个2Y乘进去的话 就2Y立方 减七七二 14Y 加上12 等于0 不等于0 sorry 不等于0 所以当然我们要等于0 我们可以除以2吧 我们可以除以2 我们不等于0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可以找等于0 所以这个也是做综合处法 10-76 相信1是它的结 111-6-6 所以这里应该是得到怎样呢 这是x-1 这个的话应该可以得到x加x-6 x平方加x-6 这一个因子分解得到x加3 x-2 意思是说x不可以等于1 x不可以等于2 x不可以等于-3 其余的数目都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第九题的解 OK 因为它的分母不可以等于0 第十题 也是一样 它讲 如果它的逆矩症不存在 请问x的值 那x通常是这样 我们就讲逆矩症不存在 这样它的这个行列式就会等于0 如果逆矩症存在在 这个行列式就不等于0 它就会变成一个取值范围 所以它的条件呢 这个是少数的 然后其余的范围就比较大 OK 但是做法是一样的 OK 只是 第十题 我们看看 哦 这个是三乘三 x-1 1-x 2 x-1 1-2 1 这一题如果应应乘会容易吗 应应乘好像也没有很难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应应乘了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得到x乘x-1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得到加4x-1 我做了什么呢 我是因为它有负 我把它负乘进去呢 就是变成 1-x就变成x-1 所以变成加4 OK 再来这个乘这个乘这个的话 就得到减1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乘这个来讲呢 就会 然后又有一个负嘛 所以变成x-1的完全平方 因为它有一个负 我的负放在这边 让它调转回来 再来负 负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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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得到加上2x 再来这个负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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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会得到加2 这个乘这个乘以为 这个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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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乘进去乘 而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乘self 原本以为有x-1可以抽出来 但是可惜在这一边没有 这一边是2x加1 对吧 加2-1就是加1 2x加1好像没有办法弄出这个2x-1来 所以没办法 我唯有展开 没有办法了 展开了 x平方减x加4x-4 这个减一方这边吧 我们先不要弄 x平方减2x加上1 再加上2x加2等于0 这个跟这个可以举约 这个跟这个可以约 还有吗 好像没了 所以x平方跟x平方得到2x平方 4x-1就会得到3x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4加2就得到-2 再做硬式分解 再做硬式分解 224 224-1 有了 22x-1 x加2 等于0 等于0 所以x是等于2分之1 或者x等于2 搞定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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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也是做不完 今天做不完 今天做不完 好 再看看第11题 还是要先检查一下吧 到哪了到14点 14.6 我们看看 第一个 没错 第二个 无矩阵 第三个 无逆矩阵 第四个 没错 第五个 无逆矩阵 第六个 对 第七个 -3 -5 第八 -6 第九 不等于1 不等于2 不等于-3 然后其余的都是 第10 -2 或者2 搞定 对 对完 30多吧 第40 第41 OK 没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1题 OK 看看 我每次从180 退下 每次越退越多 OK 在这边他会告诉你 I是等于1001 这个其实是standard的啦 J是01-10 这个好像很特殊哦 啊 A是A1 1 1 B so他讲说如果 如果 如果 AJ A等于J 那A加A的inverse等于3I A 他这两个条件 他要你找A 他要你找A 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这一个嘛 这个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什么 看得出来什么 看出来什么了 A乘上J J乘上B 3 好像出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从第一个呢 看下 哦 然后他讲说A E E B 乘上这个0 1 负1 0 再乘上这个A E E B 会等于这个J 你可以说这里乘两次 A乘0 这个乘这个 嗯 得到 负1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得到A 这个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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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B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得到1 然后再乘一次 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得到0 负A加A得到0 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就得到1加AB 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就得到AB减1 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的确得到0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料而已 为什么因为这个等到1 AB减1等于1 这个等于负1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可以得到AB等于2 这个是我们先得到的一个结论 再来第二行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行 第二行还有给了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我们的A inverse 我们还没有找到 所以我们假设A inverse 我们找一下A inverse的话呢 是AB减1 但是AB减1等于1 在这边其实有找到了 所以这个有帮助 B跟A掉位这两个补负 所以因为AB减1会等于1 所以这个其实就直接的等于B负1负1A 所以再来我们再把它放回进来这个位置 A的话 A的话是A11B A inverse的话呢 就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BA减1 对吗 然后因为他讲这个加起来是等于3I I是1001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这个A加B 这个加这个得到0 这个加这个得到0 这个加这个得到A加B 所以这个就得到3003 对不对 所以这一行呢 就告诉我们A加B是等于3 所以我们连利这两个应该可以找到了 连利的话呢 B是等于3减A 再带回进来第一个呢 就会得到A乘上3减A等于2 我们看看啊 这个乘进去呢 是3A减A平方等于2 那A平方减3A加2等于0 那A减2呢 A减1呢 等于0 A就会等于2 或者 orA等于1 如果放进去的话呢 B应该就会等于1 或者B等于2 所以求A的话呢 它应该就会是211 或者 112 所以这两个情况 就是说A等于1 B等于1 A等于2 B等于1的情况 还有的就是A等于1 B等于2的情况 这两个情况呢 都可以符合这两个条件 哦 这题有点难的 第12题 更加应该是进阶版的 AB等于C 够例 要求A 哦 这个还好啦 这个还好 因为我有一个是完全全部是位置数的 A呢 但是全部是位置数的 OK 所以 第12题的做法还比较容易 为什么AB等于C的话呢 我A是位置数B跟C我都懂 所以我只要说在右边乘上B-E 它就可以得到A是等于CB-E 所以我只要去找B-E就可以了 B-E 3乘3的这个力剧症还不容易找哦 我们看一下B-E要怎样找 首先我们先找B的B的这个这个这个行列史哈 OK 这三个相乘是3 这三个相乘是0 这三个相乘是0 这三个相乘是负2 这三个相乘是000 所以只得到1 哦 很美 它设计好了 让你得到一个很容易的值 再接下来我们要找ADJB ADJB是怎样呢 它在这个位置是真 然后它拿的是这里的行列式 这个拿负 拿的是这里的行列是0103 这个是真 但是拿这里的行列是0110 这个的话呢 拿的是这里的行列是3213203 这里有负 因为它这三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有负啊 其余的是正 OK 还没有啊 这里还要一个transpose啊 记得 所以这个它其实步骤很多罢了 那它如果你这样子慢慢剖析的话 其实没有很难啊 啊这个的话呢是1310 这个的话呢是3210 这个的话呢是1200 这个的话呢是1301 OK然后我们再慢慢做出来这个1乘3 4309这个是全部是0这个是负1这个是负3 这个313-2 3-2是得到1 这个是 负3-3-3 再乘一个负1 就会得到3 这个会是得到负2 这个会得到0 这个会得到1 所以还蛮容易的 然后我们再做transpose一下 就会得到30-1 负913 负201 OK so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了 那个 逆矩症 这个逆矩症 因为它在除这个也是负1 所以这个A 是等于C的话 是1 1-2 0-1 3-1 再乘上这个30-1 这个乘这个 得到3 这个乘这个得到减2 3-2就会得到1 这个乘这个会得到负9 这个乘这个得到负1 这是得到326 这个应该会得到负4 再来这一行乘这一行就会得到负2 加2就会得到0 所以这个应该就会得到负5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你的A了 如果没有做错的话 OK 所以第12题的那个步骤还蛮长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到这一边 我们这个是19号10月 然后我看一下答案 第16题 第11题 刚才的是 2111或者是1112 对 第12题 哦 对了 very good 准准 没有弄错 OK 所以它难度在哪里呢 难度在那个逆矩症 找逆矩症的时候是有少许的难度 再来的就是你的 步骤啦 所以要小心啦 就是在做这个逆矩症的时候要小心 还有的就是惩罚这一边 两个比较难的部分 可以吗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请把功课交上来 对 对 对